歡迎收看九點熱話題 我是李作恆 現在你要來看到 是在俄物戰爭的最新狀況 俄物狀況還是持續的焦灼 雙方的軍事行動還沒有停 先來看到有一個畫面 是在推特上流出了一段影片 這影片中是俄軍的T80主戰車 他們是對著遠方的烏軍鎮定開炮 不過隨後也被烏軍的反裝甲武器攻擊給摧毀 不過這個也讓俄軍對烏軍的陣地攻勢 因此是被迫終止了 不過俄羅斯確實在攻勢上也不斷 最新也帶您來看到 是俄羅斯他們對基輔來發動了 這個無人機的攻擊 而這也是25天來的首例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也不甘示弱 說要對數百家投資 也支持俄國侵略的公司 來實施新的制裁 不過他也痛批說俄羅斯 因為有5枚的飛彈襲擊了哈爾科夫 以及周邊的地區 所以你看到是造成了 民宅的損壞 但是俄軍則是聲稱 他們在巴赫姆特地區 都要連續發動的攻勢 在基戰之後又收穫 是取得了市中心以西的三個地區 不過鏡頭也要看到是國際的焦點 俄烏戰爭 烏克蘭東部前線進入消耗戰的階段 但隨著春季的到來 烏軍的前線也因為積雪的融化和大雨 連坦克裝甲都不容易移動 這恐怕也影響到了全體大反攻的進度 無人機迅速從手中飛出 訓練有速的烏克蘭士兵 很快就找到俄軍藏匿處 毫不留情的以大炮轟炸 不過烏軍也並非戰盡上風 因為有不少俄羅斯部隊 狂挖壕溝準備陷阱 等著烏軍上門送命 兩軍在烏冬前線就是在比誰 能先削弱對方戰力 夾在巴赫姆特以及阿夫提夫卡中間的 頓內茨克紐約地區也成為新前線 至於戰火已經延續好幾個月的巴赫姆特 由烏軍指揮官坦承 因為俄軍靠密集空襲當掩護 已經成功奪走西邊三個街區 儘管如此他們還是沒放棄 希望繼續死守巴赫姆特 好讓其他部隊可以發動春季大反攻 但現在烏冬各地到處泥泞 連坦克車轉彎都很吃力 烏俄兩軍的春季決戰 恐怕還得加入道路狀況 這個不確定因素 TVBS新聞綜合報導 緊鄰烏克蘭邊界的俄羅斯西部大臣貝爾哥羅德 當地居民最近可以說是飽受驚嚇 怎麼說呢 因為週四深夜才有俄羅斯的轟炸機誤炸 造成三個人受傷 結果在週末又傳出說在住宅區裡 也發現到了不明的衛爆彈 眼前掀起巨大塵埃 衛爆彈危機終於解除 引爆炸彈的地點就在俄羅斯貝爾哥羅德 發現了飛機的爆炸 接近近近近近的住宅區 現在在最大層的情況下 貝爾哥羅德這幾天並不平靜 除了俄羅斯自家蘇凱34意外炸到民宅 現在又傳出有衛爆彈威脅 衛爆彈的地方 以防守安全性 衛爆彈方圓200公尺17棟建築 三千名居民緊急撤離 另一頭為躲避戰火 烏克蘭人被迫離開家園 媽媽 把錢拿走 對 爸爸 爸爸會留在這裡 會餵小狗 狗狗 狗狗 對 怎麼會 我不會睡覺 烏東五歲男童和媽媽撤離戰區 邊穿防彈背心 還聽到炮聲隆隆 警察沿途聊天安撫護送 兩人離開 那你會撞到強烈嗎 對 那你知道他們要撞到嗎 對 對 那他在學校裡離開 然後我離開 戰火下不得已 有家歸不得 年輕人為了保命 選擇逃難 但老一輩的烏克蘭人 卻說什麼也不想離開 二軍入行超過420天 現在烏克蘭總統 澤倫斯基宣布 要再對俄羅斯祭出 新一輪制裁 烏克蘭制裁多達322間支援俄羅斯開戰的軍武公司 另外G7也討論擴大制裁力道 克里姆林公對西方國家放話 克里姆林公對西方國家放話 要是禁止俄羅斯產品出口 全球也會連帶受到衝擊 TVBS新聞 但仗壁壘分明的情況接下來 外媒卻報導說 一輛俄羅斯的T90型坦克 是停在了美國的公路旁邊 說這很可能是來自烏克蘭擬獲的戰車 被送到了美國本土內來進行研究 更多內容要交給資深記者邱婉柔 最近在美國的公路旁邊 是出現了俄羅斯的T90坦克戰車 據了解這個戰車是俄羅斯 目前最先進的坦克戰車之有 但為什麼會出現在美國的領土上面 目前專家研判可能是來自於 俄烏戰場被擄獲之後 要送到美國本土來研究 那麼預計可能會送到 由美軍的阿伯丁試驗場 接下來就要測試武器裝備 以及它的各個武器的耐受度 目前五角大廈的發言人 他們已經說對 所以就是有一台來自俄羅斯的坦克戰車 但基於安全原因 很多東西他們不願意評論 不願回用 那麼是否他們早就已經了解戰車性能 所以才大啦啦 把這個戰車丟在美國公路旁邊 或者也有可能是在警示俄羅斯的意味 另外還有一件事情 大家也覺得好像有點怪怪的 就是現在這個俄軍的卡五二直升機 他們被發現說是攻擊自家損毀的戰車 為什麼呢 他們就說這個俄羅斯的卡五二武裝攻擊直升機 用反坦克的導彈來攻擊地面 要來轟炸這個毀損的BMP-1步兵戰車 有人就猜測說到底是什麼原因呢 現在有三個劇本 有人說有沒有可能是避免零件被二次利用 因為俄羅斯戰爭呢 這可能烏克蘭他們的戰車零件跟俄羅斯是相同的 另外也有可能是避免遭到敵軍炎 這就像我們剛剛提到的 這個戰車被美國給掳走了 或者也有可能是新兵訓練的轟炸準確度 雙方真的是你來我往 俄羅斯的邊境城也說遭到了炸彈攻擊 不過呢這竟然是自家人打自家人 原來是俄羅斯的軍機誤射了飛彈釀的貨 而在巴赫姆特地區呢 俄軍則是宣稱已經炸毀了烏克蘭 在巴赫姆特的指揮部 甚至烏軍開始動用人肉盾牌 烏克蘭士兵開著BTR-70裝甲車 在道路上高速飆行 地面上雖然還有積雪 烏冰仍然開車衝進巴赫姆特市中心 要把來犯的俄軍趕出去 我兩軍交戰距離越來越近 甚至相隔不到10公尺 這個距離近到都能清楚聽到 敵軍下達的進攻指令 雙方短兵相接 烏克蘭士兵躲在牆角後方 一看到有俄軍靠近 立刻舉起步槍上膛開火 一整個彈匣的子彈一下子打光光 裝傷心的彈匣後繼續連環掃射 但這時候卻發現前方的俄軍 正在改變作戰策略 烏軍經過這幾天觀察發現 俄兵會花一兩天的時間 先開槍試探引誘烏兵反擊 用這個方法來確認烏軍所在位置 到了第三天就會派出20人小組 針對鎖定的地點展開大規模進攻 除了包圍戰 俄羅斯國防部還聲稱 烏克蘭在巴赫姆特的指揮部 也被俄軍命中目標 從最新的巴赫姆特戰況圖來看 俄軍目前掌控鐵路軌道移動的地區 火車站的西邊是目前戰火最激烈的區域 而且瓦格納士兵指控 烏克蘭部隊已經被逼到使用人肉盾牌 在俄軍天天狂空濫炸下最無辜的還是老百姓 烏克蘭第93激化旅的志願兵 加緊撤離巴赫姆特居民 不過烏克蘭首都基辅上空 突然有一道刺眼白光在夜空中炸開 閃爍幾次後隨即在空中消失 基辅當局一度懷疑是NASA的衛星 返回地球所導致的閃光 不過烏克蘭太空專家說 這只是一般的隕石墜落 並不是俄軍飛彈來襲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則是在基辅會見 北約秘書長史托騰伯格 這是史托騰伯格開戰後 首次到基辅訪問 澤倫斯基當然把握機會繼續施壓 要求提供更多的武器 也希望盡快加入北約 不過俄羅斯發生自炸烏龍事件 一架蘇凱34戰機 竟然誤射自家邊境城市貝爾哥羅德 造成汽車建築毀損還炸出一個大坑洞 俄羅斯戰機在開戰後多次出包 去年10月同樣也是蘇凱34戰機 衝撞俄羅斯移動公寓引發大火 當時造成15人死亡26人受傷 現在又發生誤炸自己的城市 對於俄軍的威信又是一大打擊 有新聞綜合報導 不只是俄羅斯地區 在朝鮮半島也是同樣情況緊張 金正恩短短50天就挑釁了52次 加大演練和反制 這原因到底是什麼呢 再請教婉柔 北韓日前是再度又發射了 他們最新的洲際彈道導彈 這一次是火星18型的 它這個飛彈有多厲害呢 它的最高飛行高度可以達到3000公里 而飛行距離也有1000公里 從這圖片看來 最後這個導彈落下 是在日本的海域周圍 這也引起了周邊國家的緊張 不過北韓領導人金正恩 依舊是不以為意的 他強調說他就是要永和至美 而且我們現在 南韓的一份研究報告也發現說 這個金正恩執政之後 他在韓美軍演期間 他挑釁次數是變多的 像是這個韓美軍演50天 他們就挑釁了52次 可是過去他的爸爸 就是前領導人金正恩的時候 只要在這個韓美軍演的時候 他僅會表態 而他其中表態有37次 而其中的11次是預演核戰 而挑釁的次數其實遠比金正恩低很多的 而對於北韓這樣的行為 其實我們看到這G7也多次要求說 這北韓是要求非核的 但是北韓人就認為說 他們就是要永和至美 所以這也讓南韓批評說 北韓的說法根本就是強詞奪力 三 二 一 二 一 四 一 二 二 一 二 一 Russia is misguiding its people to believe that nuclear weapons are a magic wand that can solve all of its problems 最近北韩有一对妇女 走进一座神秘而又人烟罕至的 深山老林 在崎岖不平的山林小路上 一直向前走 女孩问父亲 我们这是要去哪里啊 这位爸爸没说太多 继续带着小女孩往山顶上走 她们穿越一处又一处的林区 目的地似乎还离得很远很远 这对妇女走着走着 突然间前方的林地冒出橘红色的火光 地下窜出一个不知名的巨大尖锥形物体 还夹带着浓浓的烟雾 直接窜上天际 突如其来的一幕 让小女孩急着问爸爸 这是什么怪物啊 父亲说 这是飞弹啊 飞弹在女孩幼小的心灵中 或许不清楚飞弹究竟是什么 不过听到父亲这么说 自然明白 飞弹应该是一种威力强大的工具吧 这对妇女就在山上 看着飞弹飞往天空 同时还有好多戴着帽子 穿着制服的人围在他们身边 但是在这群人当中 有个人最让女孩印象深刻 她戴着黑色眼镜和口罩 容貌打上了马赛克 装扮明显与众不同 但她是谁 或许连小女孩也不清楚 她的真实身份 这对妇女姓金 朝鲜人民习惯用尊贵的 白头山正统血脉称呼她们 在制服人的带领下 金氏妇女认识了 这座深山老林的环境 并且在她们的介绍中 了解了朝鲜发展飞弹的历史起源 可以回溯到女孩的曾祖父时代 当年金老太爷因为和南方的亲戚意见不合 大打出手 双方都找来帮手助阵 最后金老太爷和南方亲戚 同意以北纬38度线作为两家的分界 大家井水不犯河水 各过各的生活 只是南方亲戚有一位叫做漂亮的朋友撑腰 甚至连家丁都住进了家里 这让金老太爷很是忧虑 他担心一旦南方亲戚 联手漂亮打了过来 金家恐怕又要鸡犬不宁了 那么有什么办法 可以在南方亲戚和漂亮打来之前 先下手为强呢 对了 这个东西就是飞弹 因此金老太爷决定 我们就是要发展飞弹 可是漂亮有权有势 很多人都不愿意和金家往来 被孤立的金老太爷 想尽办法要突破漂亮的封锁 就在这个时候 本来和金家关系不错的强国人 和罗沙 又因为围墙争议闹翻了 这下给金老太爷一个机会 罗沙派了很多技术人员 到强国人家里制造武器 精进工艺 现在两边有了矛盾 罗沙原本要召回这批技术人员 但是金老爷子算盘一波 哎 在不得罪两边的情况下 干脆把他们都请来 反正帮谁不是帮啊 老太爷的想法很快得到实现 这下也为金家发展飞弹 迈出至关重要的一步 不过老谋深算的金老太爷也深知 光靠罗沙老大哥是不够的 毕竟出尔反尔的性格 早就升职在他们的DNA中 难保金家也会有这么一天 所以金老太爷一边派人学习 一边也培养人才 从短程飞弹开始 一点一点累积经验 说来也巧 这个时候又碰上了罗沙的分家大戏 其中自立门户的乌家 也因为很多拥有制造飞弹经验的专家 顿时失业 再次让金老太爷把握住机会 祭出高薪请他们来提升制造飞弹的知识 并改良发展技术 有了这批专家 金家开始有能力制造出射程更远 威力更大的中长程弹道飞弹 尤其在中程飞弹的研发技术上 更高居全球第二 这批专家 那麼問題來了 很多朋友會感到奇怪 為什麼北韓金家會独中發展 中程彈道飛彈呢 其實以當時的國際情勢來看 金老太爺是想阻擋漂亮國 部署在朝鮮半島周邊國家的武裝力量 一旦南北兩邊又一次翻臉了 那麼中程彈道飛彈就可以癱瘓漂亮國 就近吊派駐紮在東營各地的幫手 甚至端掉他們在太平洋重要的關島補給站 到時候南方親戚少了漂亮國的老人能力 南北這一架誰輸誰贏還沒個准呢 再來以軍事建設的角度來看 只要在這個領域保持足夠領先的地位 未來要發展其他彈種或是更先進的技術時 就會節省許多前期開發所需的時間 人力和資金花費 這也就是現今金家會頻繁試射飛彈的原因之一 對比南方親戚的憂心 漂亮國卻宣稱 北韓金家誇大了他們洲際彈道飛彈的能力 而且強烈譴責金家透過網路駭客 竊取全球銀行賬戶的資產 作為他們研究製造並且不斷發射飛彈的經濟來源 比小偷還要令人不齒 對於這樣的指控 金家第三代掌門人不但不予回應 還要求手下強化正在發展中的戰爭威責力 以面對南方親戚聯手漂亮國 試圖展開的侵略行為 而關係持續緊張的還有是美中 美國國土安全部宣布展開了一項長達三個月的行動 評估及應對中國威脅 而另一方面正在舉行的美飛軍演 也進入到了最後的階段 從海馬斯多管火箭到刺針飛彈先後登場 也被認為這是要遏制中國 在烏克蘭戰場立下大功的海馬斯多管火箭 來到菲律賓的演訓場上 罰除怒火 美軍一對一教學 訓練菲律賓軍人操作刺針防空飛彈 還有大量擊毀過俄羅斯戰車的標槍飛彈 動員一萬七千六百名軍人的肩並肩軍演進入最後階段 除了美飛之外 還有澳洲部隊也來協同演習 相對於過去主要跟國內叛軍作戰 青年軍演擴大重裝備亮相 想像中的對手就被認為明顯是換成了中國 不只軍隊 美國國土安全部長日前在場智庫演說中也強調 要全方位檢視來自中國的威脅 與此同時正在菲律賓訪問的大陸外長秦剛 二十二號先後會見非國外長還有總統小馬可氏 非方會後聲明兩人會談富有成效 雙方同意建立更多溝通管道 讓所有發生在南海的問題都能立刻獲得解決 電視訊宣傳言瑞生莊志偉綜合報導 美國眾議院的中國委員會在19號也進行了兵推 是模擬共軍攻打台灣的場景 而美國媒體引述消息人士就指出 當天的結果顯示美軍會集成80艘的共艦 共軍雖然損失慘重 但是還是有8萬的共軍登陸台灣 桌上擺著假桌地圖 台灣的位置特別顯眼 4月19日美國眾議院中國委員會舉辦台灣兵推 主席盖拉格爾等人更是全程參與 美國媒體《華盛頓自由燈塔》引述消息人士 敘述中共攻台後的兵推過程 美軍會利用長城逆宗反艦飛彈助攻台灣 不過共軍全力攻台更會切斷海底電輪等 兵推結果顯示美軍將集成80艘共艦 但很快會用完長城逆宗反艦飛彈 開戰後也會制裁中國 盟友卻不願加入 共軍則是攻台一個月內損失慘重 但仍會有8萬共軍登台 得出的結論是美方開戰後無法不計台灣 因此需確保台灣有足夠的彈藥庫存 對美國來講他也有對內部要去要求說 我未來可能會在一些軍事採購 軍事投資上面必須要增加 學者也點名中共高層勢必緊盯這份兵推結果 這一份報告也會希望去達到一種嚇阻的效果 解放軍會呈現一個殘勝的狀況 他的這個殘勝有可能他是要付出相當多的一個代價 你說你乘了80多少艘船你的官兵傷亡 我相信絕對也是相當可觀的 中國官媒刻意在共軍海軍節前夕釋出 遼寧航艦中英文宣傳片 山洋航艦月初赴西太平洋 更投入環台軍演 遼寧航艦過去也曾在西太演習 一艘航空母艦的艦載機去從事對海或對地打擊的話 他要另外一艘航空母艦的飛機去擔任艦隊防空 說航艦要實踐區域 據指肯定是共軍的目標如何突破 考驗著國軍與盟軍 TVBS新聞和博物聽聽聽看不到 共軍動作確實美國也緊盯 現在就傳出一份美國的機密情報 指出共軍已經建立了第一支的超音速無人機隊 對於行進台海的美國軍艦 以及台灣軍事機的偵察能力 可以獲得大幅的提升 時間再交給婉柔 科技在進步 這共軍的武器也在推陳出現 根據美方的一份流出機密報告指出 這個是由美國國家地理空間情報局的機密報告 這流出來的報告就說 他們拍攝到在大陸的安徽機場 有兩架的無針巴的無人偵察機 他們說由此確定 中國現在正組建第一個超音速的無人機的機隊 而這個無針巴到底有多厲害呢 它具有高速高空以及情間針的偵察能力 它整個把這個偵察能力是大幅提升的 那我們已經提到高速跟高空 所以它速度可以達到3馬赫 而這高度也有30公里 它的特性就是可以試圖躲避防空導彈 還有戰鬥機的攬截 聽起來是滿厲害的 那會對周遭的哪些國家造成威脅呢 這報告也指出了 像這南韓 台灣海峽 台灣基地 以及美國的航母打擊群 都是會備受威脅的 因為它可以出來勤徵搜之後 再把這個相關的訊息提供回去給中共的相關單位 讓他們有反艦突襲能力 不過共軍的主力戰機殲20 長年以來的機動能力也受到質疑 現在就傳出中共最新要研發 涡膳15的發動機 已經是在測試整合到殲20上了 這恐怕會讓它的戰力大幅提升 而中共未來也可能動用更新銳的無人機 讓周遭的國家防不勝防 共軍第五代戰機殲20 是中共空軍的王牌主力 隨著服役時間拉長 性能穩定發展 傳出殲20即將推出全新版本 黃底漆塗裝的殲20 在基地測試畫面不時流出 最近曝光的照片 是在成都飛機工業集團製造廠旁的機場 研判是安裝了中共最新研發的窩膳15 發動機 涡膳15從他們現在公布的訊息來推測 因為他們號稱發動機推力有大概18噸 那如果你換算的話 大概是連後燃氣大概是有接近4萬磅的實力 那也就是說跟目前美國最先進的 F-135發動機 F-35用的發動機 這個推力有接近 真的整合進殲20 的確不容小覷 那如果升級到涡膳15引擎的話 它的推力至少會增加1萬英鎊 那推重比達到1比10 那更重要是它可以具備更好的 超音速巡航能力 也就是說殲20在不打開後燃氣飛行的狀況下 就可以進行超音速巡航 以換發動機來說 並不是一架飛機把舊的發動機拉出來 塞一顆新的發動機下去就解決問題了 它內部有包含相當多的管線等等 甚至結構件都要做一些修改 即便它現在涡膳15真的如他們所宣傳的 已經這個順利的這個試驗成功了 到等到全部能夠把現有這個戰機換裝 我個人認為大概也還要等到大概5年以上 無論如何共軍在海空戰力上不斷力求進步 逐步在第一島鏈站穩腳步 令周遭國家倍感壓力 就在美國通過2023國防授權法 大篇幅會台項目之後 中共隨即派遣71架次共機擾台 國軍的軍機場主要部署在中南部 北部防空戒備 除了新竹空軍基地 就是愛國者與天公飛彈陣地 前空軍副司令張延廷認為 若再把戰機向前部署在桃園機場 將能爭取更多的防空反應時間 新竹跟桃園相距的距離 跟新竹跟台北相距的距離 其實並沒有太大 對戰鬥機來講並沒有太大的差異性 所以也並沒有說北部的兵力少 或者北部的兵力有下系的情況出現 日前中共就出動了無針漆無人機 侵擾日本空域顯示共軍無人化空中巡航 消耗周遭國家有升戰力將是全新趨勢 未來共機擾台架次增加並服以更新銳的機種 我方必須嚴正以待 中共軍機的這個接近的這個狀況下 國軍以往的確沒有遇過 尤其是這麼近的 在我們來看基本上不可能使用飛彈 因為使用飛彈的話基本上就是作戰了 那這個其實已經會造成開戰的危機 那我想最大的壓力會在於 目前這個戰機的飛行員 面對史上成長速度最快的軍事量體 民主國家該如何因應 隨時都有新的難題 TVBS新聞消民政故上軍 台北報導 政治焦點要爭取2024 可以看到各路人馬都是動作平平 而鴻海創辦人郭台銘 是在今天的傍晚受賜公開掃街了 他是到台南的窮疫黃昏市場和民眾互動 現場支持者也高喊征招必勝 郭台銘是承諾會做到這六個詞 支持著暴動高舉力牌 鴻海創辦人郭台銘 深入綠色大本營台南 為爭取2024國民黨總統提名 現場支持者超熱情合照握手 郭台銘來者不拒 也承諾會做到這六個字 我覺得不管怎麼樣 大家都認為很重要是和平 繁榮 清廉 我都聽到了 那我想一定是 我要盡量去做到這六個字 郭台銘請走基層 但面對黨內對手新北市長侯友宜 郭台銘笑而不回 我們要想問說因為侯友宜現在動作很多 他會不會擔心 來往後退 對不起 我擔心嗎 在台南最藍的東區黃昏市場掃街 郭董在市場大採購 攤商熱情不收錢 但郭董堅持要付帳 趙輝領錢還不忘數清楚 果然是商人的精明本色 他年輕 本來他年輕 我以為他是一個老闆 對啊 就他本人很批判 來扶一下 支持郭董選總統嗎 支持 為什麼 因為他可以比 帶我們拼經濟 郭台銘人氣相當高 現場一度被擠得水洩不通 但也有中年男子站高搶身 民主不能當飯吃 沒有民主 你都沒飯吃 就在攤箱送上白蘿蔔與鳳梨 郭台銘校竹眼開 隨後還品嘗米糕等在地小吃 郭台銘拼入戰 也承諾這句話 郭董吃得開心嗎 謝謝 謝謝 郭董 謝謝 郭董 謝謝你 沒有台南這麼熱情 我一定會再回來 TVB的新聞 周永倫延宣 埃昭賢 台南採訪報導 謝謝 再來看到這個令人震驚的消息 國寶級知名雕刻家 朱鳴被家人發現 在台北市市林住處頂樓身亡 享受85歲 其實如果有一個鐵圓圓圈 我們就可以這樣子 你有沒有看過 這樣做一個鐵 這樣子它就會跑 對著鏡頭侃侃而談 大方分享童年回憶 他是知名雕刻家朱鳴 22號晚上 在台北市市林住家頂樓 被發現身亡 享受85歲 警方事後 到他在智山路的住處 進行採診 逐步排除有外力介入 而這地點 同時也是文教基金會的地址 突然傳出逝世的消息 讓親友們相當不捨 警方調查 朱鳴跟妻子同住 22號晚上8點多 他吃完晚餐 跟妻子表示想要上樓運動 接著一個人 獨自到了頂樓 卻過了一個多小時 都沒下樓 家屬在9點46分 發現他已經沒有了 呼吸心跳 緊忙報案 而警方10點04分 趕到現場 確認他已經身亡 而女兒事後 接婚二號 也趕回家中 發現今天驚動到大家來 那我想 朱老師在 家裡很安詳的離世 那他生前最在意的是 台灣的藝術環境 和藝術教育的發展 所以在這裡也懇請大家持續的給予 台灣的藝術發展 和藝術教育 如以往的繼續給予支持 拿著工具 小心翼翼丟殼木頭 著名投入創作70年 已經成為當代美術界代表的藝術家 一生都奉獻給創作 而家屬也透露 他晚年患有高血壓 目前已經將遺體送往第二殯儀館 檢警後續將會進行生涯 要釐清確切的死因 TB的新聞講目在邁台報道 民生消費議題 通膨導致物價 電價上漲 讓民眾的生活壓力 是越來越重了 因此有超過三成的上班族 是從事兼差工作 日文系畢業的艾娜 之前在飯店櫃台工作 月薪不到三萬 今年一月轉職到日商科技公司 擔任生產技術專員 本薪加津貼和加班費 月領五萬元 但薪資的調漲 仍追不上物價上漲的速度 會想要轉職 就是因為現在目前的話呢 物價越來越高啊 飯店業的工作 他們的薪水已經沒有辦法 cover到我的生活了 科技業的話 它其實跟飯店比較起來 它的薪水相對來講也比較高 為了賺更多錢 Anna兼職做咖啡銷售 偶爾也會當臨時演員 平均每個月下來 可以增加一萬到一萬五的額外收入 我覺得因為現在 他們太嚴重的關係了 所以我們除了正職以外呢 我還去兼職做像是 零演的工作 跟咖啡推廣的工作 像零演的部分 它是以接案 是以案子的不同 所以幾乎從五百啊 然後是到一千五兩千都可能 就是我們看到 其實從這個疫情之後以來 所謂有這個第二份收入 或者說兼職的一個狀況的比例 上班族裡面的一個比例 是越來越高 不管是整個通膨 不管是整個物價 前一陣子有淡價 然後到四月份的電價 甚至說接下來要進入到 所謂的一個報稅季 我薪資不變 要是沒有提升的情形 我能夠實質上花費或消費的部分 它確實就是下降了 人力銀行調查 有百分之三十二點五的上班族 平均每週兼拆十二點三小時 收入五千九百零三元 就是為了增加收入 正值薪水太低 及高物價吃掉薪資 開銷變大也都是原因 通膨讓食衣住行 各類支出花費越來越貴 在美國也有超過百分之五十的勞工 兼拆賺外快 當免生消費不斷飆升 便利超商的食物 也都快要吃不起了 外食族的負擔越來越大 現在就連超商的冷凍食品 也越漲越兇 就民眾發現冷凍鍋貼 跟鹹酥雞的價格 從原本的三十元漲到四十五元 漲了百分之五十 冷凍微波食品方便快速 過去是小資族學生填飽肚子的最佳選擇之一 只不過物價變化超乎想像 專家表示當市場上商品需求大 但卻沒有足夠供給時 就可能帶動物價上揚 我們進學常常講 這個颱風天 即使不是種在外面的豆芽菜也會漲價 為什麼呢 道理很簡單 因為一般的蔬菜漲價以後 大家覺得蔬菜貴了嘛 就想買豆芽菜 豆芽菜也就跟著 因為需求的增加而漲價了 那現在的情況 從需求端來講也是這樣子 大家去買便當便貴了 到餐飲店去吃飯便貴了 那大家要賣冷凍食品 那需求就提高了 所以它從需求端也帶動了 這個冷凍食品的價格上升 所以無論從供給端的競爭食材的成本 或者從需求端的外溢的效果 大概都會使得冷凍食品的價格上漲不少 這種成本的效應 基本上會越來越淡化 因為我們看到這個三月 就是CPI年增率已經超過PPI年增率 也就意味著這個成本方面的 這樣的因素應該會慢慢降低 物價上漲墊高生活成本 讓薪水越變越薄 主計總處公布今年一到二月 每人經常性薪資平均45,206元 年增2.39% 但扣除CPI漲幅後 實質經常性薪資年減0.34% 是近10年同期最大減幅 所以實質新資會降低當然只有一個原因 那當然就是因為物價高漲 那但是我們看到 所以我們常講說台灣的物價 相對於外國來講 好像上升的沒有那麼多嘛 但是我就比較值得擔心的就是這樣 就是雖然我們物價沒有上升那麼多 但是實質新資就已經衰退了 那這某種程度就代表我們的 明目薪資增加的速度其實還是有點慢 那所以很多的國家 那雖然它的這個物價上升的很多 但是如果它的薪水增加的夠多的話 它的嚴重性就不見得比台灣高 物價一漲不回頭 低收入族群也將承擔更大的通膨壓力 政府應有強勢作為 降低通膨巨獸對經濟弱勢者 所造成的傷害 TVBS新聞中德榮和家陽 劉彥宣台北採訪報導 但在工地卻出現了嚴重的缺工問題 工人們進場悄悄打打 一層樓七八名工人忙進忙出 要順利完成得依靠每一人的力量 但近年來缺工問題嚴重 因為勞力吃重的工作 現在年輕人大多不願投入 工人的年紀來講的話 都我覺得五六十歲的工人 是佔的人是大多數 年輕的我覺得像我這種三四十歲的人 很少見 非常少見 比較會常見的都是 可能是爸爸 爸爸是以前就做這些工的 就傳給自己的小孩子 技術工程過去嘗試副船子 但現在也大幅減少 演變成技術和年齡 雙方面都出現斷層 但老師傅要退休 又沒有年輕人肯接 再加上疫情後 許多國外勞工入境不易 缺工問題就如同雪球越滾越大 請不到專業師傅 工錢只能往上越墊越高 根本是拿錢搶人才 有專業技術或經驗的勞工 幾乎日薪都喊到四千五百元 但薪資條件攤在陽光下 只能是價高者得 一般小建案哪裡搶得過大建案 而後頭還有國際大廠加入搶人打戰 一天來計 那我一次 我可能我一次可以請十個工人 我可能兩天就可以做完了 但是我現在變成我一天 我只能請到兩個工人 那我可能要做到二十天 如果拖個半年 我覺得成本都可能要增加百分之五十以上 沒有工人失做 導致原定的完工進度延宕 建商有資金壓力 但交集也沒折 尤其工人薪水以天計價 蓋房的成本就跟樓房一樣 只能繼續往上跌 現在的營建造價大概是比三年前多出五成 如果要興建一棟十五層樓高 地下又有兩層開挖的標準電梯大樓的話 每坪是要十六到十七萬元 而如果是剛購建築的話 每坪的價錢就更高了 開價是二十萬元起跳 甚至逼近三十萬元 以台北市來說 一坪造價就落在二十五到三十萬元 因為物價上漲 不只工貴 材料也很貴 因此營造成本壓不下來 這也是新房價格無法降低的重要因素 我們從去年年中到現在市場的買氣 已經低迷了大概一年左右 那建商為什麼還撐著不降價的原因 就是因為成本真的太高了 在成本這麼高的情況之下 對建商來講 降價絕對是最後一步打算 除非任何花招都沒有用了 他才會走到降價這一步 所以民眾如果想要減便宜的話 或許還要有一點點耐心 成本高無非是增加壓力 而開發商其實也不樂見房價飆漲太快 主要在通膨原物料大漲的時代 開發商只能賺取一定的利潤空間 但成本大漲房屋的售價 可能會與後續發包的價格落差太大 也就是房屋在預售時賣得過快 後續產生的不確定因素也就更高 這一波台灣缺工的根源在於 從西元2001年開始的少子化 那這一批少子化的人數呢 現在已經陸續投入了勞動市場 那我們預估最樂觀的情況之下 台灣的勞動力每年平均會減少8到10萬人 如果是比較悲觀的話 每年減少的人數會少到15萬人以上 但人力上恐怕要補足是難上加難 不只人數已經銳減 投入營造等專業領域的人員又更少 所以我們建立政府是能夠從職業學校 從就學來培養學生 然後再從這個學校裡面來幫助解決 專業技能必須從學生實習培養 不過現在遍地都是大學生 工作首選又以辦公室或是勞力較輕的項目為主 也造成缺工問題日益嚴重 帶動工資和營造成本 最終就反映在房價上 TVBS新聞 徐國文詩單詞 特會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